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10月21日 今天呢 在广州召开了一次国际会议 会议的主题是什么呢 是2020读懂中国国际会议 读懂中国 那么非常有意思 我们知道你要了解中国 你关键要看 要亲眼看一看 亲身体验一下 读懂什么意思 就不要看 也不要提 你看我怎么写的 也就看中共的官媒 是怎样报道中国 这根本是不对的 因为你只是听别人讲 还容易被欺骗 但是呢 中共觉得这样的表述 觉得非常科学 这个不仅战争自喜 而且要举办一个会议 还是国际会议 你看这篇报道 讲的非常有意思 说是读懂中国国际会议 迄今未知 已经举办了四节 也就四次了 开这会 这本届也是以什么为主题呢 是大变局 大考验 大合作 这真是假大空 真能催 中国现代化新征程 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哪有人类命运共同体 只有病毒共同体 霍霍全世界 但是他却大言不散 而且还真能有人愿意去参加 有600多个全球知名的政治家 战略家 学者 企业家 通过线上线下方式参加会议 大家看看 就网上的截图 这非常有意思 真是滑稽可笑 世界上 世界之大 无其不由 脸皮子厚 也是非中共莫属 你想 这个一个会议 还能研究一下 这个媒体是怎样写作的 通过写作来看中国 这不是胡扯 但是呢 他却能 就感到 非常骄傲 这真令人不可思议 那报道讲了 说现在 这个刚刚闭幕的19届 五宗全会 对中国十四五时期 发展做出全面规划 中国决战 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你想 刚讲 小康社会 黎和强 我就披露了 六亿人口 一个月 每日一千块钱 这不整个就说漏了吗 所以你光看 灌别 肯定要上当受骗 但是这个事情 中共一贯是倒着讲 就像对这个新型冠状病毒一样 原本是从武汉 发生的一个流行病 个别的流行病 如果及时治理 马上就把它 这个 控制住了 但是呢 却好大戏功 这个搞什么 春节团拜会 结果把这个事情 闹成一个 国际性的公共卫生的危机 光美国死了 这个二十多万人 中共不感到惭愧 它告诉你什么 你不要难过 你要读懂中国 就读吧 看中国的人民日报 是怎么读的 所以这是一场 这个欺骗 最典型的欺骗 这个落实到这个 具体人头上 那就是胡锡进 这个胡锡进 我看今天也是 网络报道 胡锡进是 这个突出 惊人自语 什么自语呢 他说 兵临臣下 说台湾 已经向 1949年 被围的 北平 我们这1949年 解放战争 总共的军队不是围攻 北平吗 北京吗 当时不发生了这个 北京的一些事件 对吧 就和平解决了 最后 举手投降了 那么他把这个事情 例比什么 例比当现在的台湾呢 但是我们想一想 台湾现在发生了什么 可以这样讲 历史上 台湾现在在 国际方面 外交方面 经济发展方面 这个那是最一最 好的一个时期了 台湾这个拓展了 自己的 这个 合作空间 从未有过的 这个和美国的关系 进一步加强了 你看现在正在 刚刚进行完的 台美经济伙伴对话 对吧 这个 其中搞了五场活动 经济部的副部长 叫这个 陈正奇 还有这个 和这个美国国务院的 这个副国务卿 克拉克 这个进行交流 对吧 你想还有这个 11月12号宣布的 美国的另一个高官 在任的高官 环保署的署长 即将访问这个台湾 等等 在此之前 还有卫生部的部长 曾经访问过台湾 对吧 你想这个 驻美代表 这个肖美琴 也是非常 这个活跃 协调这个 蔡英文和这个 这个所谓的 即将上任的 新总统 拜登之间的关系 等等一系列事件 你就可以看出 到底是不是北平 这个事件重演了 台湾让 总共给围住了 谁围随呀 对不对 总共现在一看台湾 这个越来 渐行渐远 非常生气 派一些军机 每天都来骚扰 骚扰王又不敢攻打 也只能吓唬家 喊几句口号而已 忽悠国内的 这个老百姓 但是不耽误 这胡锡进 他自我吹捧 你看环球时报 这个编辑 胡锡进 在微博发帖 说一方面 赞许中共几十年以来 在主权上的成就 另一方面描述 台湾目前的局势 形容犹如1949年 被合围起来的 这个北平 甚至还承认什么 承认中共现在 能取能神 真是滑稽可笑 这个胡锡进 这个人特别有意思 就是典型的一个 这个自欺欺人的一个 一个这个撒谎大王 他说如今中国人 做的有点别墅 这个被美国围堵 要忍着对边境上 挑衅的印度军队 也不能放手 丑甚至一些小国 也敢以其其他 以小其他 在台湾问题上 光束不裂 不痛痛快快等等 他引用别人的评价 其实这些评价 都是这个 可以这样讲吧 头脑比较清醒的 关心中国进步的 一些旁观者的评论 讲的完全对 但是这个胡锡进 这个不敢批评 中共的集权通知 如果他批评的话 饭饭就砸了 人民日报是 撒谎机器 由这个王沪宁主管 黄昏明具体分管 那他肯定在说好话 所以怎么说呢 老胡不能不说 这至少在某种程度上 是做错觉 说在半文明 半森林 法则的世界上 所有国家都需要 能取能神 而中国作为世界老二 是把区和神 平衡的比较好的国家 这真是 非常的厚颜无耻 所以说你结合一下 他这个表态和表演 精彩的表演 你看看 中共就习近平竟然 对这个2020 读懂中国国际会议 在广州举办这个事 还能发了贺信 贺信 那什么意思 伟大领袖高新闻 是吧 因为报纸上 媒体上 网络上 写的都是习近平好 什么都好 习近平无所不能 习近平 这个一挥手 这个把小组长 给了这个 李克强了 派这个孙孙兰到武汉 伟大领袖 就把这个 新冠军病毒消灭了 你想多厉害 伟大领袖 这一挥手 你想 这个刘鹤鹤就 PDRPDR就跑到美国 去了多少趟 搞什么中美贸易战 最后取得了 中美贸易战 第一阶段的伟大胜利 对不对 你看伟大领袖 多厉害 伟大领袖 和加拿大的关系 也是到了一种 这个 这个剑拔弄杖的 这个成都了 和英国的关系 英国成都 明年村就要把 这个春天就要把 航母也开到 这个台湾海下去 你看和这个 欧洲那些小国的关系 瑞典都成了敌对国家了 把那阿海一抓 趴了十年 就批点小事 就因为 写那么几本小书 编那么几本小书 为了赚点钱 出版一本 这个 习近平和他的情人 是 是这边八卦小说 就能把那个阿海 压十年 完了和瑞典 斗得现在是 一塌糊涂 你看和美国就更勇强了 对吧 整个这个中国 现在是自由世界联盟 也形成了 我都整得特别孤立 但是不当我 伟大领袖 在这个新华社 把自己形容 全方位 大国外就 哈哈 想起来 真是 就特别的令人 这个可笑 不吃 你看现在 你打开中国的媒体 这个比文化大革命 还脸皮还厚 还能垂 也不知道这些 人民日报 这些像 顾锡进这些人 是到底高级红 还是低级黑 伟大领袖 反正也不管 只要你说好 怎么都行 所以说 读懂中国 对他太重要了 读懂了 那你就知道 共产党 这所谓的 这个读是什么意思 其实就是 骗懂中国 就骗懂中国 因为共产党 同志国家 他们有别的力气 力气就是骗 对外骗 对内骗 对上骗 对下骗 对自己才骗 胡锡进是个典型的 自己骗自己的 这么一个文人 这个非常有意思 你看他这个 说川普怎么说 他说 美国川普政府 对中国打压 给中国确实 找了很多麻烦 但他们 真把中国怎么样了吗 这个有意思 他说 美国的对华贸易 逆差不是下降了吗 而是增加了 疫情爆发 中国很快基本收拾利索了 美国却成了全球最大的疫区 中国没乱 美国的黑命贵 闹得要搞革命 中美的差距 在过去几年里 显然进一步收窄 而不是拉大了 胡锡进 全都是道道的讲话 你看他讲这些话 特别有意思 最后他说 讲到台湾 第一 由于中国战略利益格局的不断扩大 台湾问题相对缩小了 第二 别看蔡英文当局 啥子糊糊 中国大陆 在台湾的实际控制能力 前所未有的增大了 台湾都已经要 搞不好 就要和美国要建交了 都这样了 他讲 在台海的实际控制能力 前所未有的增强了 大陆已经进入历史性 将台湾问题 握在手里的阶段了 台湾已如1949年 被围起来的北平 胡锡进打自己的嘴巴 啪啪响 把美大领袖 也好一点就埋台 领袖一看 特别高兴 因为虽然是假的 你说我能够像当年 这个1949年1月15号那样 就唯独台湾 台湾马上就要拘手投降 你看共产党都累了 这读懂中国多么幸福 完全就生活在 云山雾罩的幻想当中 特别的令人不迟 那么到底这个胡锡进 是真心拥固中共 还是有意在嘲讽 总共 都讲不清楚 但是本人认为 他也是为了一个虎口 杨家虎口 找这么一份工作 反正每天就琢磨着 怎么能让习近平高兴 怎么做 反正习近平文化素质比较低 满口大白字 基本上也没读书 这个早年就是文化大革命 那时候就成为了这个游荡在社会上的就是叫黑武力 当时后来又这个到梁家河的这个劳动 当大队党中书记 也没认真 也没有条件学习 就从王岐山那戒两本 这小说读 是不是 然后上学呢 又是工农兵学员 到了学校之后 那时候他爸爸就平反了 又成了这个 这个红二代当中的就是顽固子弟了 整天也没有把精力放在学习上 就得投机转营怎么当官啊 最后就在官场上混吧 迎来送往 吃喝玩乐 这个催催拍拍 就这套东西嘛 对不对 所以整个的人就是基本上就是耽误了 把自己的这个耽误了学习的机会 所以这种人往往就什么力效而博大 这个低能但又狂妄 又怕别人说不好 吴大门开店 所以非常需要什么 读懂中国 就是你在以后不要直接了解中国 就是看我们怎么给你写 我们怎么写你就怎么相信 就像这个 就需要像这个胡锡进这样闻人啊 这个他怎么 这个按东北话怎么忽咧咧啊 你们就相信就行了 一直这么稀罗孤独往前走啊 所以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啊 就面对一个实际上 内政外交的一个悬崖呀 再推一点点就是粉身碎骨啊 但是他不这样认为啊 还在那讲胡话呀 所以姓胡这个 这个姓是实在是太好了 放到胡锡进身上 那是真是啊 非常恰当啊 那么今天的海外七单节目 就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